好,我们讲到了黄仁星 今天中午的时候 其实吴玉锦出现在台大校园 被学生们团团包围 同时还获赠那么一件 NTU的这个学校的T-shirt 但无论如何 他最新的行程其实也跟着曝光 明天将会在大巨蛋担任中职的开球嘉宾 那事实上的大巨蛋 这回超前部署 餐厅绝对是不会放过这一次的商机 不只是推出了美食 同时呢,球迷们还可以凭着票跟 享有限量的优惠 一起来看 新鲜龙虾Q弹白虾充满大海味道 火炉铸铁熏烤锁住海鲜 原汁原味肉质口感更加扎实 粉嫩A5和牛大火炙烧 逼出诱人肉香 涮入四川独特酱汁 麻辣水煮和牛香辣殆尽 端出又香又辣独门料理 因为那个男人黄仁勋 确定参战周六大巨蛋 经典龙香大战 担任开球嘉宾 要用好料抓住行走的美食地图 宿火料理上面就是铺满了各式的蔬菜 然后看你是选择要搭配肉类或是海鲜 杯料部分比平常多了两三杯 大巨蛋主题餐厅迎战开幕后的首个周末赛事 再碰上AI教父黄仁勋加持 不仅要抢球迷商机 更要让黄仁勋吸睛 大把美人腿铺上意大利面 用台式豆腐乳汗味噌 让西式意大利面多了浓郁咸香 或是德式猪脚沾上蜂蜜又香 入口果香四溢 另一家业者要用在地酱料丰富 球迷味蕾 周末不止看球技更要拼实力 像是萤火部落售出球赛票根 就招待招牌特条 马儿炸物拼盘再请你吃 尽兴时光平票根 翠鼠半价开吃 至于紫木井韩餐酒馆 也是特条免费开喝 适应运享八八折 黄仁勋降临大巨蛋 布景业者好料等待 球迷情绪澎湃 三兆南的美食地图 更备受期待